狂这几个主题也依然扣着 所以我觉得是很很有吸引的一种表演 说到这个定军山呢 这是一段三国戏 讲的是曹操 派自己守下的大将张和 统领人马来打蜀汉的军事重镇 叫加盟关 蜀汉这边呢 派了老将军黄军带着炎炎去反击张和 结果打了张和丢盔卸甲 一路投稳高 驻守在定军山的另一位大将 叫夏侯渊的 这边老黄军自然是要乘胜追击了 可是诸葛丞相跳出来了 就跟这个老将军讲 说老将军啊 不是我不让你带兵上前线 可是你想一想 那夏侯渊可比不了旁人呢 您老孙勇可是毕竟笨七十岁的人了 咱们这边这么多孩子呢 派他去好不好呢 老黄军一听 当时把桌子一拍说你说什么 丞相你是叹不起人呢 所以老将军立下了军灵状 带着人马上了前线 果真十天功夫拿下了顶军山 刀劈夏侯渊 成就离断老夫撩发少年王的 矿石残疾 也是三国这部书的一大亮与 提到中国文化去等 这种金句 那金句是 至少近代史几百年当中 是可以代表中国的 而且我觉得它可以代表东方的 因为它是世界自然体系的 其中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信 我觉得中国必须有 自己独有的文化色彩 你要让这颜色 从由内而外的寝透 你才能够熬视天下 所以说我觉得自信 则独顾天下 自卑则临时的效果 这几天真的迟了 迟了迟了 我觉得我们的两些人 就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因为我们为了这个舞台输出了很多 对我来说我就是进步了很多 也是朝常发挥吧 觉得很好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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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他们整体的台风是很好的 就他们就整个都很有气派 对于和他们比拼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狂更细腻 更高压的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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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遇到这么帮帮的 打招子方式 希望我们的狂 不会让我们移开 会让我们继续狂亏 首先主题是为爱主 爱到已经进去 甚至愿出出生命的时候 就用我 甚至谢可惜 老师好 老师好 老师好